成都本土国潮店 怎么那么会给自己取名字 哈喽 杨人赛妈 大头PP的居家外卖测评又来了 今天我先在办公室里面找一点我想吃的东西 我们来吃吃看 1 2 3 4 5 6个马鼠 先吃虎皮卷好了 这个真的是童年的味道 它是这样的 它有点像 虎皮 你走开 它有点像肉送面包 蛋糕软 里面的马鼠软软黏黏的 然后因为刚刚那口吃的还有一些肉松 所以它口感其实是很丰富的 我觉得是好吃的 我喜欢吃那个软软黏黏的马鼠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它有点过甜了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这个高个子蛋挞了 这是被子蛋糕吧 我给你们看一下 万能的马鼠哪里需要往哪搬 这里面也有 巧克力味的 我完全没有吃出巧克力的感觉 它的外层可以说跟蛋挞的酥皮毫不相干 原来它是披着蛋挞外衣的曲奇饼干 我这一块我会尝用马鼠的 这个的抹茶味还挺重的 我发现这个马鼠是因为我真的很爱 首先这因为我真的觉得有马鼠这口好好吃 这个马鼠跟它那个皮混在一起吃 莫名觉得越好吃 而且我回口的时候甚至还吃了一丢丢的咸 口味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了 朋友们 我又看到一个新奇的事情 就是它的底下是不一样的东西 它这里面塞的是芋泥感觉 没那么无聊 我以为这个原味无聊 但是就是还是有一点 吃到最后还是有感觉 就是被那个甜度打闷的那种 第一口幸福 第二口打闷 我感觉你可以把它当做雪妹娘 只是说外面这个皮因为它是马鼠 所以它会带一点点韧性 但是它本人已经没有什么马鼠 那么厚的韧性了和嚼劲了 它已经被那个奶油泡的有点软 还有我喜欢这个 它苦苦的抹茶 它就让这个马鼠吃起来很有深度 我觉得甜品真的是有时候回点苦 或者回点咸 它就会特别有那种层次和深度 这就是高级的 我为什么只掰了一点呢 因为我个人是吃不完那么多的 就是我拿手掰 然后办公室时候我跟他们还能一起吃 它这个羊汁甘露真的很羊汁甘露 你闻得到那种很清新的 就是那个西柚的味道 它是酸酸甜甜的 就酸甜的水果香在里面 中和了一下那种甜腻 我真的觉得羊汁甘露里面 一定要放西柚 不要给我拿白色的柚子 放西柚才是正宗的羊汁甘露 先拿榴莲好吧 你们猜我会不会喜欢 它很像是榴莲肉本身 加进去打在那个一起 所以它质感是有点黏稠的那种 第一名今天 绝了 阿花甜加奶油加巧克力脆猪 我觉得这个搭配非常的棒 而且它这个也不会过甜 这咸淡黄的颜色 让我不是很开心 我觉得它的咸淡黄的颜色 过于工业化了 很咸淡黄 我吃了咸淡黄的味道 我就会 开心 OK 本期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希望大家都能注意防护 然后也希望疫情早早的过去 我能早一点出去 给大家拍探店好吗 你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下次在家里面吃什么呢 下期再见啦 记得一定要给我转发评论和点赞呢 拜拜 我开始咸淡镜 我开始咸淡去 我开始咸淡